主席要請一下副部長好不好 副部長你好 你先看了今天中國時報這個頭版頭條沒有 意思就是說去年國軍過得太輕鬆太涼 所以軍機歡散 所以今年國軍會很操 我現在請教你兩點 你真的覺得去年國軍過得太涼嗎 過得太輕鬆嗎 包委我是在去年9月15號接到訓令加入國軍 說在這以前你對國防部的事情不太注意 那幹嘛找你來當副部長 你應該一直都很關注國防部的事物不是嗎 我是很關注 個人不覺得國軍在去年很涼 因為我們有固定的演訓 跟所有的一些規範的操作 再加上我們的8月8號的救災跟往後的救災 國軍其實在去年所發動的能量是相當大的 對 因為有時候媒體會這樣寫是因為你們軍方高層 有些人會這樣子跟媒體講 所以媒體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說 國防部覺得去年軍隊太輕鬆了 所以今年會很操 其實你剛講的八八水災這個底層是這樣 你看我手上有資料 從8月8號到8月26號晚上8點為止 國軍為了救災投入了兵力高達46萬1828人次 測量就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七輛 飛機是輛次 飛機是四千四百六十五架次 而且還包括美軍還出動了七十五個架次 美軍就不講 你光看這麼短的時間 國軍投下這麼多的兵力 投下這麼多的測量跟飛機 那個人員是疲憊不堪的 所以這樣一個講法是你們軍方自己高層有這樣的說法 說軍機不好是因為軍隊太良 所以今天要好好嘲笑 可是在對當時參與救災這些官兵來講 坦白說是不太公平的 而且你也知道一直到現在為止 工兵都還在做蘇俊的工作 從八八水災到現在沒有休息過一天 所以國防部應該要適度的 要把正確的訊息要告訴社會大眾好不好 委員指教很好 我們已經在做了 另外一個就是講到這次南韓 這個軍艦沉默的相關的問題了 我當時看到的這兩個報道 一方面是講說 總統知道的消息太慢 第二個是總統知道消息有反應過當 那您的看法怎麼樣 報告委員 這個總統是正常反應 因為作為國家的元首 對於這個事件的一個處理 當然有總統的質權 那我是講這樣 就是說報告總統的時間 是多久 是隔了多久 就是國防部正式告訴總統 是隔了多久 跟委員報告 我們立即掌握狀況 那麼依照我們的國家的標準程序 國家安全問題應該是由總統府來負責的 那麼國防部是接受總統的訓令來做必要的準備 OK 我現在這樣講 當然就是說 電視新聞啊 跟所謂的軍事的情資啊 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電視新聞 像CNN 由於CNN是太厲害了嘛 全世界 很多國家領袖不知道的是 他們國內發生什麼大事 CNN都來了 包括911 很多的美國的將軍們 我相信是看了CNN才知道 已經發生了911了 所以 真正的軍事情資是要經過確認了 那確認是有一個手續的 一個程序的 而且是要花時間的 但是說實話 也應該更早一點 讓總統了解 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在確認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報紙 電視已經有這樣一個消息了 讓你知道 但是真正的 我們要去做確認 官部有沒有做確認 有沒有跟美方做確認 報告委員 我們對於事件 都在第一時間掌握 而且我們也 智慧我們派出 韓國的這個五官 來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跟美方確認 這件事情 請我們的驗管單位來出名 向 向委員報告 我是林二助理次長 是 我們在當天的第一時間裡面 我們就跟美方的AIT 我們的 是一個管道 我們的聯繫管道 AIT做過一個通聯 那我們也做過一個相互的一個 確認的部分 可能還需要時間 因為畢竟這件事情裡面的發生的原因 我們都是由媒體 甚至於韓國的官方都還沒有正式的原因出來 如果你要到後面的一個確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快的 是非常迅速的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大概是在幾分鐘之內就開始找AIT的 是 對不對 只達五分鐘 所以這個反應算是快了 是 當然你們說美軍不見得會告訴你 因為他們也需要時間去做確認 所以這一點也 大家國防部也要讓社會大眾了解 因為我知道這一段 所以我希望透過你自己告訴媒體 就是有我們在第一個時間點 實際上就透過AIT跟美軍太平洋總部去做聯繫 這個事情也要講清楚 那主席 那個秦政我就請你這個回座好不好 我跟我們副部長再對話一下 副部長 你覺得總統在知道整個消息以後 你覺得他採取的行動有過當嗎 現在這很好玩的一件事是在野黨的朋友們 一方面是批評說 總統知道的時間太晚 第二個是說 總統知道的以後的動作太大 這個反應過當 變成有點像在作秀 你同不同意 報告委員 個人不覺得總統的反應是有過度 或者是有不到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因為我看了媒體 後來也跟軍方做一些確認 我看了軍方寫的字是 因為總統的要求 全軍保持高度警戒 他上次保持正常狀態嗎 副部長是不是這樣子 根本沒有提高軍隊的這樣的一個戰備嗎 報告委員 是不是 本部並沒有提高戰備 對啊 所以也就是說這怎麼能夠說反應過當呢 你部隊還是照常 是的 維持現狀嘛 是的 只是總 參謀總長 要進入聯合作戰中心嘛 是的 那你本來就是你鄰近的地方 發生了這個不明的原因 而且韓國的局勢最近很不明朗 金正日的健康健康快速惡化 然後呢他們的財政改革失敗 還把財政部長都給槍斃了 是 然後就在事情發生了 當天 北韓講說我們核子作戰的準備已經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你美國跟南韓 常常威脅要推翻我們 那我的核子反擊的能力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北韓 把核子武力可能用在戰場上 做了正式的宣示 是 接著就發生這不明原因 到現在不明原因的這樣一個 船艦的爆炸然後沉沒 然後這麼多人失蹤 這當然 參謀總長一定要進到聯合作戰 這個指揮中心裡面去嘛 我認為這是正常的嘛 另外大家所講的民進黨的朋友們所批評的 大概就是說 從26號晚5月12點到27的下午3點 15個小時之內在柏柳召開了三次國安會議 我看了是覺得有點好玩了 有點好笑齁 國防部長不在 這怎麼能夠叫國安會議呢 常常召開國安會都跟作戰要有關的嘛 你在柏柳這麼小的旅館裡面 你跟楊津天部長 胡偉珍 這個秘書長在一起 總統跟他們都住在一個旅館裡面 大家聚在一起 正對這個事情 開一個非正式的應變會議 這種東西叫國安會 我覺得蠻好玩的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哪個國家 在軍事危機中 國防部長不在 所開的會議可以叫國安會議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副部長我們倆都很清楚 美國的所有的國安會議的 當然成員只有四位 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跟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不在的話 根本沒有什麼國安會議可以召開的啊 所以這樣的東西 把這樣一個應變會議 把資訊的交換 這種東西把它說成正式的什麼三次國安會議 我看你們有時候是不是可以跟民進大朋友們做點簡報 讓他們了解什麼叫國安會議 這你們國防部也不對嘛 你們沒有提供充分的資訊給在野黨嘛 所以講成什麼 我自己最先看的 我也覺得很驚訝 四五個小時開三次國安會議 是怎麼樣打算打仗啦 是要反攻大陸呢 還是要啟動台海的保衛戰呢 根本沒有嘛 沒有這樣一個危機的前提 怎麼可能會開這個國安會議 那這種大家住在外島也沒有什麼事 也不可能唱卡拉OK啊 所以一個總統跟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外交部長三個人聚在一起 針對北韓的這樣的一個 在韓半島發生的事情 交換一切 這怎麼叫國安會議呢 這外面講這種話才叫小提大作 所以我覺得反應郭蕩是在野黨 反應郭蕩根本不是蠻久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覺得你們是需要這個 某些時候做一些澄清啦 好不好 尤其你們第一個時間點五分鐘 就透過AIT 跟美軍夏威夷太平洋總部 進行聯繫 我認為這樣一個處置是正確的 因為對韓國問題的掌握 韓國戰場的掌握 韓國周遭的掌握 我們怎麼能夠跟美國比嘛 人家是衛星20小時監控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要了解事態 一定要透過AIT跟美軍太平洋總部去連線嘛 我認為這樣一個做法 你們也要告訴社會大眾 表示國權在應付應對周遭的區域危機的時候 你們是有一套作業模式的 好不好 謝謝委員長 謝謝